各位朋友平安 愿上帝丰盛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 今天的圣经历位记二十七章三十节说 土地所出产的无论是古物或果实 十分之一属于上主 这是圣化归主的 经文中提到十分之一属于上主 各位拥有天地万物的上帝 为什么还要有限的人类奉献给他呢 原来上帝要通过奉献 让他的儿女生命得到超炼 被塑造成更敬畏上帝的生命 奉献和敬畏上帝是息息相关的 每一次上帝的儿女在奉献的时候 都在提醒自己 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有个故事说 有一个有钱的农夫 他在村子里一向以乐善好施闻名 这家农户有一片农田 很不幸在某一年碰上了天灾 所有的农作物都报销了 更惨的是所饰养的猪 因为口提议的事念 几乎全死光 债主们一一的登门 将他所有的财产都扣押 最后只留下一小块的土地 这位农夫说 神所给我的东西 神又拿回去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一年 教会的传道人又到他的家中探访 看到他家到中落 除了安慰他表达同情以外 也要他好好的活着 以后有钱再奉献吧 农夫太太也说 牧师啊 往年我们都会为教会奉献 也会为着穷人孤儿院奉献 甚至我们出钱造桥铺路 不过很可惜 今年我们什么都拿不出来 后来农夫夫妇 觉得不应该让传道人白白地跑一趟 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剩下的一小块土地 卖掉一半 奉献出去 传道人大受感动地回到家 过了几天 农夫在剩下的半块土地上 离地的时候 车子突然翻覆 上前一看 居然在地里发现了一个宝物 当宝物卖掉后 农夫又用这笔资金做投资 后来居然赚了大钱 比以前更加的富有 亲爱的朋友 上帝乐意将一切美物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乐意分享祂的赐福 并好好运用上帝赏赐的一切 让我们成为好的管家 祝福人的管道 愿上帝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